好 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氧化物的CNP 氧化物的CNP呢 它其實最早是先從SLEAK的CNP 也就是晶片螺片在製作過程 在發展出來的 那主要是因為氧化物撥墨呢 它的 在磨的時候它的油膜漿的 主要是以水為主 水為主 然後呢 因為氧化物撥墨它自己本身就是氧化物 它自己本身就是氧化物 所以你不需要再特別去把它 額外在氧化 所以你不需要再摻這些氧化系不用 反而要的是什麼呢 反而要的是 二氧化系表面 會形成氫氧根 因為水裡面會有氫氧跟氫氧根 而氫氧根磷子呢 會跟二氧化系的粒子形成間接 當然因為你要磨的材料也是二氧化系 所以水裡面的氫氧根 不只是跟你鹽活醬裡面的二氧化系形成 氫氧跟間接 也會跟比較磨的表面 氧化物表面也會有 OH氧根的氫氧根接在那邊 那這時候呢 氧化物的氫氧根 跟填膜膜的氧化系的氫氧根呢 氫氧的氫氧根呢 氫氧就會形成 氫氫 把它形成分子鑑 那它這樣的話就有助於 它的時刻 就像這樣子 二氧化系表面在泡到水溶液的時候呢 它表面就有很多的氫件出來 而水裡面的氫氧根呢 也會跟你鹽磨粒子的二氧化系呢 形成 氫氧 氫氧 也是這樣子 所以 這是二氧化系表面 那這裡呢 是 鹽磨粒子也是二氧化系 它是二氧化系 它也是二氧化系 一個是氫氫氧表面 二氧化系表面 一個是鹽磨疆裡面的二氧化系表面 那表面都會有OH件形成 表面都會有OH件形成 然後呢 鹽磨粒呢 跑到二氧化系表面的時候呢 它有這個氫的間接 這個氫的間接呢 又會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之後呢 一個O看到兩個H呢 自然又會形成反應 把這氧帶走 把這氧帶走之後呢 鹽磨粒呢 就會跟二氧化系表面一點 接觸 那在接觸的過程中 再利用鹽磨的方式 把這氫的氧 這氫跟氧性直接把它磨斷 直接把它帶走 直接把它磨掉 直接把它磨得 用機械硬力把它離除 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裡就是一個 整個CMP當中呢 在水溶液裡面呢 裡面的氫氧化系表面形成間接 然後呢 氫氧化系表面形成間接 氫氧化系表面形成間接 其實它就是輔助這個 它跑到表面來 跑到表面之後呢 再用機械硬力研磨呢 就會把這個氫氧化系表面形成間接 然後呢 然後等到這個帶走之後呢 再衝而阻止就去抹它 所以它一邊是物理鹽磨 一邊有化有反應 就變物理鹽磨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水溶液裡面的氫氧機 會跟氫氧化系表面形成 然後呢 氧氧化系表面跟氫氧化系表面 跟氫氧化系表面的氫氧化系表面 會形成氫件 然後呢 接著它們會各自形成 各自的化學件 然後之後呢 再氧氧化系再去抹掉表面的原子 把它抹掉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氧化物的CMP 它的過程跟卡路律上是一樣的 那金屬的CMP呢 金屬的CMP前面講過 第一個遇到的是屋 那屋的CMP 早期的屋也是用回石科 前面講過 一般平常化早期是用回石科 那現在就是使用CMP 因為CMP的良率會比回石科來得好 因為回石科在講回石科表面的 反應還是沒有CMP來得好 然後呢 再來回石科還有一個缺點 因為回石科在石科的時候 還是有選擇比的問題 就導致什麼呢 在石科的過程中 EI和GI的石科率 就領固了石科率來得比高的時候呢 這裡反而會會凹陷 不會石科所造成凹陷 這也是我們不要的 所以呢 後來就改由CMP來代替 CMP奶奶D 那CMP的过程呢有两个步骤 一个就是湿式时刻 刚才先讲过 污跟里面的氧化气会变成氧化污 那氧化污在特定的酸碱度之下呢 它会变成 它用腐蚀的效果就会变成 泥子状的溶解于水的泥子 它就会被溶解掉 那剩下呢 剩下没有被腐蚀掉的金属污 变成氧化污就靠粒子去磨掉它 而这个粒子呢 金属线的研磨浆里面是用氧化污 氧化里的粒子呢 去磨掉被钝化的污 也就是氧化污 所以呢 污的表面呢 经过研磨浆会产生腐蚀掉的污 跟钝化掉的污 钝化掉的污就是氧化污 那腐蚀掉的污呢 就是氧化污的粒子 氧化污的粒子 那 氧化污的粒子要去磨的就是被氧化掉的 就是固体的氧化污是要磨掉的 那溶解 溶解液子它就需要去磨了 它就是死掉了 如果我们前面看看 看它往这个 这个要去磨掉 石头容易放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 有一个部分的污会变成氧化污的粒子 氧化污的粒子 然后溶解在石颗液里面 就会溶解掉 就是死是石颗 那没有被石颗掉的氧化污呢 就是还是流还是固碳的氧化污呢 就要用氧化的粒子去磨掉它 所以 金属的化学机械岩膜 它是边石颗 边互 边互 边化学石颗 边互一系的机械岩膜 好 就只有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它的化学容易可以写成 这个化学是可以写这样的 一种是石颗的 那油漿的成分它们用这个 CN的铁的氮 氮化污污 溶解 因为泡到水里面呢 它这个不会溶解 变成溶解于水的氧化污 这就是石颗 然后呢 那另外一种反应 是酸碘度 比较酸一点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固态氧化污 那固态氧化污呢 所谓的钝化 就是单纯的氧化污 或者是固体氧化污的话 就叫钝化反应 那再利用氧化污的粒子 去把它磨掉 去把它磨掉 所以 乌的石颗分为 Wage 跟Polish 湿式的化学石颗 跟什么呢 氧化过后 用机械研磨的方式磨掉 的部分 就这样了 那刚刚其实 那酮呢 酮的状态跟 刚刚有点类似 只是不同的是什么呢 酮的那个 刚刚给大家 各位看过 酮的那个 两化女的胶囊状的区间 非常的长 对不对 酮的容易还是可以分什么呢 比较酸的时候会有腐蚀区 比较简的时候呢 是钝化的氧化区 就是单纯氧化变成固态的氧化污 那也可以直接 比较酸的时候呢 水溶液 溶解于水的酮离子 它就变死磋掉了 可是呢 我们的 中间填膜液里面的氧化鱼的粒子呢 这个就不需要去磁磨它了 这个必须就弄解掉了 所以呢 酮必须要氧化 那要氧化呢 最好用的是 酸液水 就是过氧化性 或者是硝酸 硝酸氧化 或是酸液水去氧化 都可以去氧化 都可以当做 酮液浆液里面的氧化剂 把它氧化有氧化的效果 有氧化效果之后呢 再用氧化里面的粒子 去做物理石刻 要去做 旗械性的 马里皮石刻 就这样子 那因为 用过氧化剂 或酸酸氧化出来的氧化 它本身是多孔性的 所谓多孔性就是怎样呢 多孔性就是 它氧化出来的孔末呢 会有很多的小孔性 会有很多小孔性 它会变成一个 就像起司一样的固态 就有很多的孔性 很多的孔性之后呢 然后 很多的孔性 然后之后就要用氧化里去磨掉它 而 因为氧化里 只要表面被氧化了 后面的氧就没办法再跑下去了 所以必须是讲 表面的氧 表面的酮 被氧氧化之后 氧化了要把氧化里磨掉后 后面的氧才可以继续再跟 表面的酮 继续氧化 所以它也是二段式的作用 是氧原子去跟铜表面长变成氧化鱼 再用氧化鱼去把氧化鱼磨掉后 露出干净的铜出来 后续的 氧化物再继续氧化鱼 氧化鱼 然后继继继继氧化了 换言之 换言之它的氧化太慢 你都要把氧化掉后它就可以继续往下来 那只好就添加一个什么 添加氨 添加氨 或者是再加入氢氧 或是用氢氧化氨 的话 它说这种化 混合物可以减少 施氏氏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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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它們都是靠腐蝕效果,它們靠了都是鈍化效果之後用氧化鋁去磨掉它 所以它跟烏不一樣,烏是一部分藉由腐蝕效果,一部分藉由研磨效果 但是銅呢,就它的說法來講,銅主要都是靠研磨效果,不是靠腐蝕效果 它主要靠的是研磨效果 那在銅鋒過程中提供講過,如果是磨銅的話,它就有一個好的選擇你是對誰 銅的話,它下層的材料是青薯彈,或是淡化彈,所以它就需要有一個好的選擇力 所以一般在磨的時候,我們希望磨銅的時候,磨在銅的過程中,磨到彈的地方會停掉 它不會移除坦,不會移除坦 所以在磨到坦的時候就要停掉 如果你不停,你在過度去磨,要把坦磨掉的話呢 你的銅就會有疊化效果,就會有疊化效果 所以在磨的時候要分量階段磨 第一階段要磨的時候呢,是磨銅 把銅磨到坦上面的時候呢,在第二階段主要是要磨坦,把坦磨掉 把坦磨掉之後呢,接著才是要用絕塵再把它附帶住 所以線一定會分兩步驟,一部分是磨頭 另一部分呢,才是磨掉主檔 從那道理,磨也是 要先磨掉磨,之後要磨掉碳,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碳有的時候,不用特別去磨 因為有時候碳會溶結在雙腰水裡面 有時候碳會溶結在雙腰水裡面 不過這個部分要看你的瑞瑟比是什麼 所以你會看到,磨的線一定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磨頭,然後停在坦的主導程 那第二階段是在磨掉坦 可是在磨的坦的過程中呢,也會石刻到部分的磨掉 或者是說,你繼續用石刻銅的程式硬要磨坦 你硬把坦磨下去,可是你的銅會石刻的太多 就會這樣 所以你需要找到一個層次是 磨坦比較快,磨度比較慢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坦磨掉,然後讓物都出來磨掉 就會這個樣子 所以就要分開變成兩種線衣 要兩種線衣,來防止變成這個樣子 變這樣子就不好 因為這個樣子在之後呢,又是要疊什麼呢? 疊結原層 那你記得清楚厚度的凹陷下來之後 到時候電流在這樣射向流動的時候呢 然後電阻石會比較大 電阻石會比較大 那現在在磨的過程中 我們前面講過,一種是有阻擋層 磨到阻擋層要停 那還要什麼辦法便探斷出什麼時候應該要停的呢? 在磨的過程中,什麼時候發現說 這個材料不能磨啊 要怎麼來探斷呢? 好,譬如說告訴你說 有機構來判斷過程 第一個就是怎樣呢 在磨的時候 你在給你的CMP製程當中呢 它是用馬拉去轉動你的 那個... 測電層 就是磨的那個... 煙磨頭 煙磨頭在轉動的時候 是從馬拉去弄它 那馬拉去弄它就是要啟動電流給這個馬拉 讓它轉動 而在準備磨的時候呢 你原本是要磨銅 磨銅的時候呢 銅很好磨 它只需要這樣的電流就可以磨 磨... 大部分的孔已經不見了 坦漏出來了 坦膜不開走 可是你要繼續磨怎麼辦呢? 系統就會自動把電流增加 讓它繼續磨下去 你就會看到說你的序貓 突然之間電流要增加了 那就發覺說 一滴磨到下一個殘料 因為你要讓它維持這樣 就好像開車有沒有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開過車 開過車的時候 你要維持一個速度 可是要算磨的時候呢 你要在同樣的速度上磨 它的轉速就要變得快 像是一樣的到晚 它要繼續維持這樣子轉動的磨 當磨到不好磨的時候呢 它就是要加電流 加電流才能夠讓它繼續磨下去 所以今天也既有這個難判斷 只是這個判斷呢 還是有很大的誤差 因為你會看到這樣偷偷 萬一有一個小tick 它會不會只是誤差也不曉得 這時候是一種判斷的 可是這個判斷不然有點粗糙 那還有辦法是怎樣呢 有一個即時監測不過厚度的系統 我一邊磨 一邊有光學量測 看這個切電子薄過的厚度 那切電子薄過的厚度 可以用光學系統量 稱之為NKM的Lighter 它是利用什麼呢 第一層的反射光 跟第二層的反射光 這兩個反射光的干涉行為 來去怕它這層機電子薄過的 還剩多是厚度 所以我邊磨的過程中 可以邊監視它的厚度 這是一種 就等於講 我磨一磨來測一下厚度 不夠就去 就這個樣子 這是一種光學測量的厚度 可是這是切電子薄 那如果是金屬浮沫呢 金屬浮沫第一層就直接把你反射了 所以如果是浮沫金屬浮沫 那就更簡單的 直接開個反射光 但你的金屬浮厚度 越來越高越來越薄的時候 它的反射強度就會變弱 因為金屬會造成比較強的反射 切電子呢 部分的光就會直接穿透過去 就不太會反射了 所以可以看到 從出的線變到細的線 所以藉由換噴射器可以看到 如果是金屬浮沫的話 金屬浮沫如果還在 它會有什麼強的反射光 當然你的金屬浮沫 如果薄到開噴射的時候呢 它的反射程度就會變弱 光的反射程度就會變弱 用這個來判斷石刻 石刻終點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CMP的石刻終點 有的是光學系 大部分在他們製程當中 所選動的終點 兩側都是什麼光學系 像開始適合用的電漿 電漿裡面的發光 來看是 開始的終點 CMP也是 只是CMP沒有電漿 它只要靠它的 有一個輔助的光 打進去 來正正這個光的反射光程度 來看 那CMP磨完之後呢 就一定要清晰 因為CMP磨完之後 表面一定會 殘留了許多的 眼磨泥 以及有很多 PASS出來的微小顆粒 是在哪裡呢 是在眼磨泥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洗乾淨 要側的洗乾淨 那CMP後的清洗呢 包含什麼呢 當然有DIY的沖洗 在沖洗的過程中 還要乾淨的刷子來刷洗 它不是單純的沖水 它還包含機械式的刷洗 就肌肉跟刷牙一樣 你拿牙刷刷刷刷完之後 你用清水素完口之後 有些人就會 再拿乾淨的牙刷 牙刷洗乾淨之後 你用來乾淨的牙刷在乳裡乳 然後表面還殘存的牙膏 再把它抹掉是這樣倒 所以CMP後的清洗 除了用超純水沖刷之外呢 還會用乾淨的CMP去抹 去把它刷子 還會用刷子再來清洗 那這個刷子要更軟一點 因為不能夠傷害它的清潤表面 所以這些刷子是用多孔性的GO 因為多孔性 所以它不會很硬 因為是多孔性 它的結構不會那麼硬 它的硬度不會那麼強 這樣子 而且呢 泡在水裡面呢 那化學材料 你都可以直接透過它 都可以清洗它 等於是偏清洗還會變噴水 變噴化學材料 這只告訴你CMP後要洗過 要洗過 那這裡就是一個洗過的清潤 你們看這裡 因為我沒有學做過CMP 而學校基本上不太有CMP清潤 或者是我們做前段製程的人 不太會去使用CMP 所以看起來這兩家很炫 實際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刷的 這就是刷表面 所以這個你知道 這有點像什麼呢 汽車 洗車子有沒有 車子進去之後 所有兩天都會有那個轉筒 然後幫你的車子走進來 然後這裡的轉筒呢 就在這邊一直在沖刷沖刷 邊沖水邊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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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適應圖就很像 就好像汽車去洗車場一樣 只是這車變成晶圓 晶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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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圓之後 它跟水沖刷 同時有那個刷 去幫你把晶圓表面的 血浮的顆粒給刷掉 只是這個看起來太像 這畫得很像金屬一樣 如果這些都是硬的那就完蛋了 晶圓進去之後就被刷上了 所以這些都是軟的巨額物 多粉狀巨額物 多粉狀巨額物 不會太硬 否則你巨額表面就會刷上了 那在清洗的過程中呢 當然也會適當的配一些酸 酸性能力 那如果因為你在出發過程中 你是Polish Polish 你的那個 鹽默液裡面呢 有一些有機溶劑 也會有一些金屬粒子 在刷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需要用到一些 酸性能力 來做氧化跟溶解的作用 可以氧化或者是溶解表面的產生物 也可以用鹼性的物質 讓一些什麼呢 那一些懸腐微粒 叫一下RCA顆粒當中的SC1 H4H有沒有 它可以產生很多的OH件 OH件吸附在這個表面 鐵站發很多的表面 最後是產生靜電力的排斥 把它排斥掉 簡單講就是一些清洗步驟 詳細的部分 這個當然你家庭做得不一樣 這個將來有聽報 我再仔細看就知道了 所以 CNT的支撐問題 怕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 研磨速度 你如果 因為CNT我再來看 它基本上 大部分是單一片支撐 一片來 一個其他某一片 所以你研磨的速率 很重要 太慢 你的產量就會慢 太快 前面講過 嚴火速率跟壓力有關 你壓力有關 你壓力有關 控制好便會上到 除了之外 在某的過程中 平淡化能力很重要 這邊的話 包含微氛引微氛 跟微氛圖圖 微氛 晶圓內的晶圓器 跟晶圓對晶圓的晶圓器 還有移除了之後的選擇力 你在某的過程中 會造成缺陷跟污染物 這些都很重要 而其中最大的 除了移電的硬度之外 就一句話說 壓力很重要 壓力只要給錯就完蛋 還有不移電的硬度 以及在某的狀況之後 你移電的表面的狀況好不好 還有連接波 加裡面的化學人機 還有它的濕度夠不夠 不要越過越乾 溫度越過越高 那不同的波波 會有不同的研波數據 不同的圖案表面 剛剛前面講過 所以才會造成有大面積的這種做法 那平淡化的能力 主要取決於研磨鏈的硬度 跟表面的新貌 表面細胞或是很細的 它就沒有辦法 讓大面積的平淡化 所以都要先出膜再細 基本上都要先出膜再細 所以晶圓的 晶圓的線 晶圓器 晶圓器的均勻度呢 受研磨鏈的狀況 向下的壓力 還有 膜的相對的速度 跟晶圓表面的曲率有影響 那表面的曲率呢 其實很多時候 受到你這個製程的熱衣力所左右 因為晶圓板還是一個固定的區域 當初會有分別選 而你每次一個加熱製程 升溫降溫 升溫降溫 已經疊了很多不同層的墨 墨的後部部頭 成分部頭 它的熱衣到吸收部頭 你經過不同 不同晶圓的升溫 加熱 這叫做熱基醇 不同的熱基醇呢 它最後呢 彎曲的程度可能會不同 所以 不同套的製程流程 你需要的線 你也需要味道 因為你的加熱製程的 時間不好 最後進你的彎曲程度 可能也會不同 所以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製程 限溫都要獨立調補 A產品 B產品 都是做到貨管製程的 都是同樣的材料 都是同樣的製程 都是同樣的製程 可是前段製程的複雜度 如果不同 你就要重新調整 你要重新調整 其中呢 最重要是壓力 壓力的調整 所以壓力調整好之後呢 其他人慢慢再去調 因為壓力是最主要的元素 那 移除的選擇比呢 當然是靠化學性質 跟複雜的密度統治 因為這個就是 大家講過 因為會有疊化效應 所以疊化在壓力指 就可以靠什麼 搭幣配的 也就是搬很多的搭幣配的東西 它不影響到電路 它可以影響到製程 那不同種類的缺陷 與製程參數有關 這就是廢話 那現衣呢 要控制的就是污染管 其實所有的食物都需要控制污染管 所有的食物都需要控制污染管 所有的食物都需要控制污染管 那現衣的活的區域 要大家前一天分開啦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金屬的現衣 因為金屬本身在大量子層就是屬於一種污染管 金屬本身一種污染管 所以在無縮金屬的時候也要小心 好 無縮金屬的時候也要小心 那因為鮮皮本身有機器 它是有一個很大的機具 所以基本上呢 裡面會有很多機械危險 就好像大家都那些傳統的那個 什麼車廠啊 或是很多那種 什麼大型設備的機械廠裡面 人都要小心 因為那機械在運作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傷到 所以不要小心 那從鮮皮 所以要小心的是 鮮皮本身是一個很強大的污染 因為鮮皮會破散 鮮皮會破散 所以在鮮皮的過程中要小心 不要磨傷了其他的保護層 其他保護層或磨傷了 鮮皮只要有污染 就會溶解進去到 絕緣層跟半導體 二氧化吸跟是一個鮮皮的鮮皮會破散 都會破散 所以它才算用砍耗的包 所以在鮮皮的過程中要小心 磨出來的鮮皮不要讓它 到其他的腰去 也不要故意磨壞了什麼地方 那跑跑出去就發了 那如果什麼岩波江漸出 要在乾顧之前 令和情節什麼出之類 這些都是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沒有磨 我機器不夠熟的時候 不要小心 那CNT呢 原本是一個輔助部門 可是呢 到28nm的時候呢 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重要重要的部門 是因為 是因為當電晶體 Intel Intel的45nm製程 走到32nm的時候 跟彈晶體變成28nm製程的時候呢 開始使用什麼呢 金屬雜質 當金屬雜質在使用的時候 這時候就來了 電晶體VOL的GATE 從傳統的多晶系 變成純金屬的時候呢 首先第一的 它需要用金屬的CVD填進去 然後呢 填完這個GATE的軸動之後呢 要CNT去磨它 哇這時候磨的不得了 CNT在磨的東西 就是GATE本身耶 GATE對MOSFARE的電熱性 超級重要 你只要磨壞掉是GATE 只要有GATE 磨壞掉是GATE GATE下面是什麼呢 雜技絕由程 雜技絕由程 只有1 2 2 2 只要上面有任何一點 多餘的力量 傷到這個兩代體左右的絕緣層 你電晶體的特性就毀掉了 所以CNT到這個地方之後 就變成很吃重 後段製程 大家講過 後段製程 連電晶體都很遠 它不在電晶體的 它就電晶體很遠的情況下 就會有力量 隔一推層 傳到GATE 就會被鎖掉 可是這個是直接就在GATE的正常方 你只要去磨壞掉 不要說一定傳掉下來 你光是高度磨多了 GATE變得很小之後 電特性就會改變 然後呢 GATE只要一展 一按 GATE的電阻值就會變大 對高頻電路而言 高頻電路呢 訊號是從GATE再次傳遞 電阻值價錢變大 這個高頻表情變大 電阻值價錢變大 你就會經常到傳遞訊號的速度 RCD的特別嚴重 2GB的CPU就變成1GB 客戶就不買來 所以你只要運多了 就完蛋 磨少了 短路了 就短路了 你應該要斷路的走變短路了 那 哎 磨得剛剛好 但是你卻有多餘的硬力傳達下來 損害到你的電晶體的通道 或者是炸體決定層 或者是金屬裡面的被鎖 原本是多金的 烈化掉變非金的 這個渦方去改變了 電特性就會改變 所以呢 CMP呢 大兩套 28奈米的時候呢 突然變大起來了 你變成怎樣呢 我整個業務最核心的部分 交給CMP去 而CMP又是一個想像中都知道 一不小心就會 我壞掉了遊戲 而現在告訴你 GATE要用CMP去摸 MOSPAY的雜機用CMP去摸 我們就知道 CMP的壓力 我已經摸了 一張摸不好 大家會說 他害你 他害我一定 你死掉了 你讓我壞掉了 我壞掉了 所以有時候在這時候 我們在做魚 做實驗的時候就會這樣 舔進去的時候呢 給我們先量一次 然後呢 蟹筋磨完之後再去量他 但是發現掛了 掛了 馬上把蟹筋掉下來 就說這是你害的 我沒有磨化好的 磨了之後死掉了 那就是你的問題 所以 CMP呢 現在的 吃重的部分 後段製作一定穩定 都是這樣子做的 後段製作在使用CMP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懸念 反而 CMP最大的挑戰 就是在GATE戰略的時候 尤其是 原件 越做越小 原件 越做越小 這個洞會越來越難填 所以 CMP的人就會 越來越不好做 因為你就是要很好的去填這個洞 就要使用我們之前講到 CMP上面講到的 原資層雷劑 L 而它們也疊得慢 但是疊得很 GYS 在Carry去非常好 就要用LV來解救 可是填完這個洞之後呢 記得就是要把它合併 所以壓力最大的就是CMP 尤其是SOGEN的高度越來越高了 GATE的人左右 旁邊SOGEN的P型MOSPAY使用 是一個9倍0 而且是把SOGEN的 已經提高到晶圓表面 N型半腦底四 C跟Carry 看的話 C代通過SOGEN 這個高度越來越高 甚至有些高度 CMOSPAY跟GATE 差不多高了 所以在磨的時候 就要越來越小型 一磨過後就磨下去 甚至還會傷到的時候 我覺得 就會變成 所以CMP現在 最大的挑戰 就是CMOS自動 GATE的CMP 我們前面講到CMP有什麼 一開始遇到的SCI CMP 到後段製程當中 ILE的CMP 跟什麼呢 U的CMP 再接下來 它是銅的CMP 跟一堆ILE的CMP 而這些CMP呢 一放到GATE的CMP 突然頓時變成小文科 就好像前面都好像是 突然叫你去開心臟 有沒有 前面CMP都是在表面做處理 你就好像在 皮膚科醫生裡 在治療表面 突然會叫你治療 心臟心房的表面 阿頓時那個人就說 怎麼突然間 從原本是 最大加油的角色 突然變成最核心的角色 突然直接叫你去碰 電晶體的心臟 GATE 就這樣 所以CMP現在最大的 最大的 最主目跟最大的挑戰 就是在GATE的CMP 當然現在已經量產 就代表它現在還活了 但冷靜越做越小 這個高度越來越變化 尤其現在已經做到 騎士電競技了 那未來來說 我們要過Gate Around 全包出雜貧電競技 會是什麼樣 不曉得 那時候會有各自的挑戰 現在挑戰已經很大 未來還有什麼呢 3D機器電路 3D機器電路 上下都會用電競技 而中間的Gate Stake 如果共用的話 哇 那又更不好做 後續還有很多的問題 只要VLS還在持續微強化 這些題目都很有機會做 除非怎樣呢 除非Hail 台積電這些人都說 好停了 不微強化了 我們開始走運用面了 不需要跟往下做 那這時候再講再多 就沒有失業了 我們CMP就講到這邊 我記得各位我們 下禮拜請問好 下禮拜請問好 到CMP 一樣主要都是問題觀念 主要是以問答題為主 主要是問答題為主 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我們下禮拜請問好 好 好 期待大家下禮拜請問好 我們見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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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